今天我想跟大家继续关注和探讨 郑江老兵维权事件的后续和余波 这个郑江老兵维权事件现在已经是告一段落了 事件基本上平息了 但是人心还没有平息 它产生了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后果 在谈这个后果之前 我们先来总结一下 这次老兵维权 它为什么没有能成功 为什么这么大规模的全国性的老兵都到郑江去伸援 又是这么敏感的一个团体 为什么还是被中共的维稳体系所瓦解 中共的维稳体系 他们是叫做网格化的维稳体系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方有抗争 八方来镇压 他们把整个社会划分成了很多很多个网格 在某一个网格当中出现的事情 他们就调动周围的警力 调动周围的所有的维稳资源 来把这个地区进行包围 然后就用优势的人力物力 对这个抗争群体进行分化 进行瓦解 进行威胁 利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把这个事件能够化解掉 能够镇压掉 这次这个老兵维权事件也是这样 本来刚开始从全国各地赶上去的 这个几千上万的老兵 这个声势是非常壮大的 在舆论上形成的这个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但是你从全国各地聚集到一个地方 老兵后费的这个人力物力也是非常巨大的 所以说它不可能形成一个持续递增的这样的规模 当我们的规模达到了顶峰的时候 而对方他总是能够找到比我们更多的人力和物力 来对付我们 这个时候我们就处于劣势了 这个我们就只能处于防守状态 而这个防守状态是没有办法赢的 那研究过军事的人都知道 你如果是在战斗中永远处于防守状态 那么你就是输定了 你必须得找机会突破 找机会进攻 进攻才会赢 在政治战当中也是如此 在维权抗争当中也是如此 当你的规模达到了顶峰 那也就是你开始走下坡路 也就是你被镇压的开始 那么怎么样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就是持续不断的要扩大 不仅是在人数上扩大 而且还是在地域上面也要扩大 在影响力方面也要扩大 比如拿这次镇江老兵维权事件来说 当我们的人数不能够再继续增加的时候 当当局他们的维稳力量 已经从四面八方包抄过来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及时的向外扩散 我们就要化整为零 我们就要遍地开花 我们不要集中在镇江一个地方 我们可以分散到全国各地在各自的家乡 动员我们的战友 动员我们的亲人 动员我们的支持者一起来上街 那个时候中共所调集的那个大量的维稳的警力 那个时候就无用武之地了 当局他们的优势是有钱有人 但是他们有一个劣势他们反应慢 只要大家意识到这一点 只要大家改变一下策略 我们可以先聚集然后再分散 聚集是为了把声势造大 引起全国人民的关注 然后再分散 甚至是我们不聚集 如果是有条件的话 我们根本就不聚集 就在各个地方分散的 同时的约定好了同一个时间 一起来起事 那这个时候也会形成了相当强的效果 这个老兵维权在过去这一年当中 已经形成了一个模式 就是在某一个地方出现了 侵犯老兵权益的严重的事件 那引起所有退伍老兵的关注 那么大家从全国各地 就到一个地方去进行声援 把优势兵力集中在一处的这种办法 在维权抗争当中不适用 在战略上面是不完整的 所以今后一定要改 一定要在多个地方 同时并起这样的才有效果 另外一方面还要动员全社会都来声援 这样就一定会达到我们的维权的目的 刚才说过 这是正将老兵维权事件平息了 但是老兵的心他还没有平息 老兵心里面的这个愤怒和不满 依然还在 引起整个事件爆发的 那个起因现在还没有得到解决 正将市政府和市委唆使社会上地痞流氓 殴打维权老兵这件事情 没有得到妥善的公正的处理 那另外呢 从全国各地赶过去声援他们的那些老兵 他们内心里面的那个深层的要求 还没有得到满足 退伍之后的福利待遇要得到保障 要得到妥善的安置 这个问题没有解决 所以今后老兵还会继续上街 所以大家拭目以待 非常快非常快老兵又会继续上街 这次事件还有一个更严重的后果 那就是它影响到了现役军人的军心 老兵的现在就是现役军人的未来 中共对待老兵的这种态度 这种手法就是未来他们对待 那些现役军人的态度和手法 这么简单的一个常识 无论你这个中共政权对军队 怎么样进行洗脑 只要他不是白痴 他就一定意识到这个道理 意识到这个道理 就会对这个政权产生敌对情绪 甚至是就会想办法改变对自己的这种不利的处境 那么现在中下层的这个军官和普通士兵 现在普遍的存在着对这个政权的怀疑和不满 经过这么多次的这个老兵抗议事件之后 每次军人回到家乡探亲 都会遇到他们的老战友甚至是老上级 当他们知道这些老战友老上级 现在的悲惨处境之后 他们都深有同感 他们都为自己的未来忧虑 在这样的时候 想让他们对这个政权保持忠诚 那是难上加难 在中下层军官里面 正在酝酿一件天大的事情 现在在军队里面 有思想的少壮派军官里面 正在形成一个共识 就是军队必须得国家化 但是呢 现在提出军队国家化的 这种概念还为时过早 毕竟是不分少壮派的军官 他不能够跟整个的国家体制来抗衡 但是呢 有一部分人呢 他们会通过另外一种比较谎和的手段 把这个事情呢 把这个思想表达出来 那就是军队改名 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名称呢 虽然不能不类 它是产生于国共内战时期 带有明显的这个党卫军的色彩 很多少壮派军官对这个名称是非常不满意的 他们对自己的定位是国防军 是保卫国家的军队 而不是保卫政权的军队 是在外敌入侵的时候防御外敌的军队 而不是人民和政府之间产生冲突的时候 站在政府一边充当英权打手的这样的军队 这样的军队对他们来讲 他们是得不到军人的荣誉的 所以这一部分人很希望 中国军队的名字改为中国国防军 只要有一个人 一个军官在公开场合提出来这种要求 虽然看似温和 但是确实他会一时激起千层浪 在军队里面引起巨大的反响 这就是军人要求军队国家化的一个起点 也就是习近平开始失去军心一个起点 所以现在大家拭目以待 很快军队里面就会出现这种呼声 中共的军队和这种离心力 这种反习的力量 现在不仅仅是存在中下层军官里面 而且在军队的上层这种情绪更为严重 大家知道习近平上台以后 通过选择性的反腐 在军队里面大肆的清洗意气 他就想把整个的军队变成习家军 这样造成了军队里面人心惶惶的局面 在军队里面他们把习近平的反腐 跟斯大林当年的肃反已经相提并论了 那斯大林的肃反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80%以上的军官也要遭到清洗 现在习近平正在向这个方向推进 在这样的情况下是人心惶惶 人人自危 所以军队高层的这种反习的倾向 那是更为明显 只不过是他们更善于伪装 他们更有谋略 不会轻易表达出来 但是一旦表达出来 那么这个政权内部的裂痕也就公开化了 那么这个政权的末日也就到了 大家可能还记得去年中印在动朗地区的冲突 那它的起因是什么呢 它的起因实际上是中共高层军官 对习近平相当不满 密谋发动兵变 中共军队很久以来 它实行的是人枪分离 枪弹分离的这样的一个政策 除了中央警卫部队和北京卫戍部队之外 其他的军队除了训练时期 绝大部分时间是没有枪没有弹的 而训练时期他们都是小规模的分批轮流的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要想发动一场兵变并不是特别容易的事情 那么怎么办呢 那一批高级军官就策划在印度动朗地区 制造一些边境上制造一些摩擦 印度也是一个大国 那么你跟他发生了军事冲突了 当然就有很多地方内地的军队就要进行动员 就要进行武装 那个时候高层军官有机会拥兵自重 发起兵面 但是习近平没有上当 他宁愿向印度认输 宁愿在国际上失去面子 也不愿意在国内失去理智 失去政权 所以动囊冲突 以中国的丢脸失败而告终 等到这件事情解决之后 他就收拾了中共高层的一大批军官 但是现在军方高层的内部的对习的这种愤怒和恐惧 也没有消失 所以还有人在继续的酝酿这件事情 只要一有机会 他们就会动手 习近平对此当然是心知肚明 他根本不知道谁是他的朋友 谁是他的敌人 在他的眼里任何人只要有机会 就会向他捅刀子就会向他亮剑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是不敢把军队真正的用来镇压老百姓的 当全国各地一旦老百姓大规模的 这个风起云涌的街头革命开始之后 习近平只要派出军队那部分军队就一定会公开的反对他 就一定会站到人民的一边 上中下层的这个各层级的军官都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 现在的军队跟六四时期的军队完全不一样了 现在的军队他们接触到更多的信息 他们看到了更多的社会不公 他们看到了习近平政权的腐朽和无能 他们也看到了这个政权的残暴 他们看见了世界大势历史潮流浩浩桑桑不可阻挡 在这样的情况下 要他们重新像六四时期一样扮演中共的打手英权 双手沾满人民的鲜血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国际上的正义势力正在对习共政权进行围堵 中共的内部已经人心涣散风崩离析 现在大家都在等待的就是一个信号 就是一个变天的信号 这信号是什么呢 就是全国人民一起上街 全民共振 现在习近平靠什么统治呢 靠警察来统治 但是这个警察呀 他们是战斗力非常弱的 当上街的人数达到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的时候 整个警察的队伍完全失去任何抵抗力 那个时候中国的军队就会站到人民一边 那个时候中共的内部的这个就会打出 社会民主党或者其他党派的旗帜 那把中国共产党正式瓦解掉 把这个政权正式结束 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光明的开始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再见